据人民日报报道 2月5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发布声明称 近期 澳大利亚多地连续发生了 中国留学人员遭遇袭击的恶性事件 对在澳留学人员的人身安全 造成了严重威胁 当前 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形势依旧十分严峻 国际旅行仍然存在着较大风险 教育部提醒广大留学人员 充分做好安全风险评估 谨慎选择赴澳或反澳学习 据了解 在本次声明发布之前 众多的中国留学生在澳大利亚 遭到了恶意袭击 1月14号晚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 一名男性留学人员被袭 袭下颚 右脸颊均受严重损伤 身体多处擦伤 1月13号 在澳大利亚亚蒙纳市大学IT学院 读研究生的无姓男子 在回家途中 被一名白人男子无故殴打 不仅眼镜碎裂 鼻腔内软骨也被击碎 1月12号 居住在悉尼的一名女性留学生 在当地一个火车站外 之后其头部遭到了 其中一名青年的袭击 一系列针对中国留学生的 恶意事件发生之后 中国驻墨尔本总领馆 在1月19号发布提醒 告知领区内的中国公民 务必要重视人身安全 而在近日 为了保障更多人的生命安全 中国教育部也发布了提醒 还有业内人士称 综合疫情 澳洲对华政策 以及留学安全等各方面的因素 建议中国留学生 谨慎选择赴澳留学 诚然 正如业内专家所说 在目前这种情况之下 中国学生可能并不适合 前往澳洲学习 首先 由于目前全球疫情 还没有得到控制 各国旅行还存在很大风险 所以 处于降低感染风险的考虑 避免中澳之间人员流动 是很有必要的 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 目前澳洲民间 可能存在着 仇视中国的现象 此前一段时间 中澳贸易摩擦一事 导致两国关系 几乎跌至冰点 而该国政府 也因为备受打击的经济 对中国怀有越来越多的敌意 在政府的引导之下 澳洲部分普通民众 对于中国的仇视心理 被激发出来 也不足为奇 近期发生的这些 针对中国留学生的 恶意袭击事件 很可能就是中澳关系恶化 埋下的恶果 根据目前的报道 已经有众多留学生 遭到了刻意针对 中国驻墨尔本总领馆 教育部 以及业内专家的警告 说明了 中国留学生在 澳玉席意识不容小觑 所以为了自己的生命安全考虑 相关人员 务必在是否赴澳留学上 做出谨慎的选择